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死兴为上将军 将秦军为前行 秦军为前行 这个为什么他就要对司马兴很放心啊 大家看看 前面有因缘的 我们刚刚讲相语本集的时候 乃请齐悦传 朝旧书敌 约阳 约传 司马兴 就这个司马兴 这个司马兴还救过向良的命 所以谈起来还是有老交情 长死 长死就是张甘手下的这个 用我们今天的话语是秘书长 长死 相当秘书长 所以他地位是仅次于张甘的 所以张甘的他不放回去 派他手下的一个人 是长死兴 长死是个官民 长死是个官民 长死司马兴 叫他做总司令 叫他手下一个军官上来当上将军 那么叫他带着秦军呢 为前行 秦国还有几十万部队呢 叫他带着秦军先行 到达了兴安这个地方 到兴安这个地方呢 发生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我们大家知道 现在诸侯 包括楚国的军队 包括别的军队 现在都要去打这个秦国的首都咸阳了 以前秦国把各个诸侯没掉的时候 对诸侯是非常不好的 非常残暴的 那么现在诸侯立作 已是孤瑶是顿说故秦中 秦军立作 余子都无障 且秦军降诸侯 诸侯立作 称圣度奴鲁死子 秦正落秦立作 什么意思呢 以前秦国的军队 这诸侯是非常不好的 那么现在秦国的军队投降了诸侯 向于肯定有本事的 有什么本事呢 把秦国的军队几十万把它分开 你所谓他得 你所谓他得 不会让他们在一起 那么谢的秦军的领袖实际上都变成诸侯的人了 都变成诸侯的人了 那么谢的诸侯呢 诸侯的立作称圣都奴鲁死子 奴于他们 比方说秦军的什么什么掌什么掌啊 他都对他们非常不好 秦正落秦立作 那么秦立作呢 都气颜悦 他们偷偷地说 张将军等乍无所想诸侯 仅能若观铺琴大善 就不能诸侯鲁无所懂秦并禁诸 父母妻子 秦国的军队手下讲 谢的张将军来骗我们 大家要注意啊 前面讲的是盟约 盟约实际上可以说是讲和 是不是啊 结果项羽跟张干两个讲和的时候 项羽就把张干扣起来了 我扶你做勇往还不好吗 对不对啊 但是你在我这儿 那么你的部队呢 叫司马兴去带 带了之后 一起去打秦国的军队 变成这样子了 开头是讲和的 后来变成这样子了 所以手下的人呢 没有预料到 他认为这个张干骗他们 他说今天假如能够入关破秦 那个最好的 也好了 我们无非是换一个皇帝嘛 对不对 没什么了不得 不能够的话 那就麻烦了 终于和肯定要把我们这些人 都带到东面去 我们都回不了家 秦国的法律是非常严阔的 你假如投降的话 全部把你家里人全部杀光的 秦氏秦二世那边 全部把我们杀光的 那么秦国必然敬诸五父母妻子 这个是很厉害的 完了 这个事情 那么他们呢 诸将维稳其计以告项羽 他们的议论的话 被那些人听到了 听到了就告诉项羽 项羽怎么说 项羽乃召崇布古将军纪约 秦立座上众心不能佛 那么到关中不挺寺 不如既杀子耳朵 与张甘长死心都为义若秦 我们把他们全杀掉 就带了他们三个头头脑脑进去 我们就带了张甘 带了司马兴 带了董毅 都为董毅 这三个人进秦 于是楚军叶极康秦座 二十余万人心安城 把秦国的祥座二十多万人 全部把他打死货满 一夜之间全部消灭掉 这个是非常惨夸的 秦国也是 这个军队也很会打仗的 全伤在这个张甘手里 打张甘手里 行立定秦帝 那么把秦所顾的部队都收了 后来到了韩国关 韩国关有兵守官不得若 一问是刘邦守在哪里 不让进去 一问 培公已破咸阳 项羽大怒 使当阳军等这官 项羽最弱 子于细细 这个韩国关啊 自己的友军把守的 项羽是把他打下来的 你看看 项羽把他打下来的 这里啊 这个刘邦的军队 跟项羽的军队 马上就要K战了 马上就要K战了 培公 军霸上 为得与项羽相见 培公祖司马 项羽相 四人言语项羽 这段我们高中的选过吧 选过我就不讲了 跳过去了啊 跳过去了 鸿门也跳过去 跳过去 但有点准复 对 最后 啊 额羽 最后啊 项羽这个人也笨蛋 项羽好不容易在刘邦部队里有一个人肯给他通风报信的一个人 他还告诉刘邦了 全是你曹无双告诉我的 向羽回去则刘邦回去则 立刻把曹无双杀掉 从此以后刘邦手下的人 绝对不敢把什么消息 透露给向羽 向羽你说是不是军事家 政治家 不是政治家 他把底权给他的 刘邦心里刘邦什么人 大家再看 居受热向羽 隐病西图咸阳 生气啊 向羽真生气啊 我这俱乐跟前国的主要的军队大战 你刘邦倒好 悄悄地进落到咸阳去了 还收下了秦王子英 还有观众又发三章 微信大增 还把仓库里的东西都抢得精光 萧河把那种地图啊文书啊 全部弄得精光 我进去实际上是一座空城啊 空城啊 活死了 西图咸阳 本来是不应该土的 为什么呢 他没有抵抗 没有抵抗 实际上他把他对刘邦的一肚子虎 对秦王朝的一肚子仇恨 全部发泄在上面了 西图咸阳 这是非常残酷的 把咸阳人全部杀光 杀光 杀秦 咸王子英 把这个子英也杀掉 烧秦共事 火三月薄灭 火烧了三个月 三月薄灭 秦国的首都 我们知道也是非常繁华 人群杀光 东西全部刷光 收起护宝妇女耳东 女人不杀 女人收起了 配给我的部队里的那些 那些娶不到老婆的人 护宝 那么剩下的当然 宫廷的仓库没有了 刘邦进去好像 民间的财主 他没有动他 项羽只好把他都垂主杀掉 垂主家里精精垂宝 全部被项羽弄走了 人活着项王月 关中祖三河四色 地肥饶都可以 和都以罢 人们跟项羽讲 关中这个地方 地势险要 三河四色 并且秦川八百里 这个地方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可以做都城 项羽这个则一看 秦共建议烧残破 所以你像我们 谢的打仗 有些地方我们都不烧的 都旧的都城好用 我们尽量把它保存下来 你这样烧掉干什么呢 重新造很麻烦的 项王兼秦共建议烧残破 又心怀思与东归 约 他的理念是什么呢 富贵不归故乡 如依稀无夜行 谁知自责 我现在功成名就了 是吧 我把情歌也没掉了 我不回到家乡去炫耀一番 我干什么呢 就好像我穿了一件很漂亮的衣服 晚上都走路 谁都看不见 睡指睡者约 人眼处认 幕后的观者固然 楚国的人没什么了不得 就像猴子 洗了个凿 戴了个帽子 穿了个新衣 抖发抖发 项羽听到了之后 喷睡着 喷睡着 秦汉子记得一种酷刑 喷 烧一锅水 把人丢下去 大家想想看 很大的锅子 把人丢下去 走 喷 向往私人自命怀往 怀往月如约 怀往说我们讲好的 原来讲好就怎么样子 先若关中者为王 关中王 谁先进去 这里很简单 实际上就是说刘邦做关中王 那么项羽怎么办呢 向于尊怀往为异地 向于自往先往诸将相 向于自己想撑往 他做大的往 先把其他人都封往 我曰天下出发难时 假列诸侯后以罚勤 那个诸侯王都对往 然性披荐折类者手势 暴露于也三年 密情定天下者 借将相诸君与杰祠利也 异地虽无功 当孤当分其地的王子 他那个时候已经对异地已经不满了 异地没有什么功劳 他虽然没功劳 这次没有功劳 我们也要尊他为异地 但他手下的土地拿出来都封掉 每个人大家都能够王干干 诸将这个事 你跟下面将军讲 我跟你封王 将军当然是好 是不是 当然是好 那份天下 你诸将为何王 诸将为何王 那么最妒忌的是哪个人 现在看到最狡猾 最妒忌的原来是个刘邦 我在这边打得要死的时候 你倒好悄悄进去了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其他原因 我们不知道这里可以讲清楚 向王范政 一佩公自有天下 你以讲解 一物服约 孔诸和叛子 一抹约 八所道显 请自千人借据 书 乃约 八所也 关中地也 本来讲过的 先谁进入到关中 就是关中网 我们今天假如到四川去 是要从陕西那边进去 所以那里也叫关中 那把林邦封到哪里去 封到我们今天的四川重庆这一边去 四川给他 这个也叫关中网 故立佩公为汉王 王 当然陕西也要给一点他 那么八就重庆 说四川 关汉中 汉中的陕西的南部 都南正 给他这个王 那三份关中 真正的陕西 咸阳边上的关中 他分成三部分 以王秦祥将 以巨是汉王 那么张甘为雍王 老赵已经封他为雍王了 那么王 咸阳以西 都废丘 长死心者 固为岳阳 岳传 尚有邓与向梁 都为董义者 董义呢 他是本宣张甘相处的 因此立司马兴为塞王 王 咸阳以东至王河 赌鱼养 你董义为蝶王 王上军 赌高奴 把这三个王 先把它封好了 这三个王 给他的任务是什么呢 你给我守住 不要让刘邦出来 刘邦 不要让刘邦出来 这三个王 在管刘邦 堵住刘邦出来的路 那么下面这种王 我们就不讲了 没意思 大家自己回去看看好了 什么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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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共 离了很多王 那么向王自立为西厨霸王 我这个王当然比你们要大一点 我就叫西厨霸王 下语也不叫皇帝 叫西厨霸王 王九郡 都彭城 他一共有九个郡 他最大地方 那么都城是什么地方呢 彭城 就是我们今天的许州 许州 许州这个地方 不好走都城 没有帝王子都的一种气象 汉自元年四月 这个汉自元年四月呢 就是刘邦正式得到了一个封号 封他为汉王 汉王 就是这个时候可以算起 他是元年的四月 诸侯爸西厦过九郡 西是一个地名 那么向王呢 出此郡 向王也要到徐州去 出此郡的时候呢 派人把异地呢 签掉 他说 谷子地走 地方千里 必居上游啊 他找了个理由 非常有意思 徐州本来是 我的 现在不要把你签掉了 签到哪去了 你要签到这个长江的上游一点去 他派人把异地呢 签到长沙的秤县去 出异地行 其君臣稍稍被判子 稍稍就是见见 并且都错 异地你赶快走 你这个都城啊 这长沙了 那英令 恒山林江王 杰沙子将中 派他呢 把这个异地啊 本如把他杀掉了 杀掉了 杀掉了 韩王城 就是六国的王当中 我们大家知道 赵王 魏王 还有一个韩王 韩王城呢 没有军功 他没有军功 向王不辞子国 你韩国你不能够去 与巨子同城 废一位侯 把他废为侯了 所以以后啊 引出一个故事 什么呢 就是张良 始终跟向益有意见 就这个道理 因为向良家里是 向良的父亲 祖父 曾祖父 三对佛日古 就在五个韩王手下做过关 所以他一辈子 他就想恢复韩国 所以后来韩国恢复不了 他就到刘邦那儿去了 往刘邦吐没法 他去了 因为向益这里 把韩王又杀掉了 他是非常生气的 这个张良后来 为什么一定要忠于刘邦 把楚国灭掉 就是这个道理 把向益灭掉 就是这个道理 藏都指过 因着韩广子了动 广不听 都接沙广无中 并亡其地 下面讲奇广 田荣吻向羽 其王寺交动 而列其将 田都为其王 大怒 不肯遣其王寺交动 所以向羽这个 分封天下 下面这一段 一大段 我们今天看起来 实际上 讲的很多都是 政策处理不到 处理不到 韩国 我们大家知道 它没有搞好 没有搞好 齐国也没有搞好 齐国就山东这块地方 也始终是乱的 没有搞好 齐国 我们大家知道 本来是田荣的势力最大 齐我们大家知道 最早 封给蒋子牙的 西州的时候 所以诗经里面 很多次讲到齐江 这个齐江就是蒋子牙的后代 齐江往往是齐国的女子 齐国的女子 现在历史学家研究 研究出了一个结果 非常有意思 就是 季姓 季 跟江联合起来 还有其他的部落联合起来 把双朝把它打掉 打掉了之后 这两个势力最大 季做天子 那么把江呢 封给它最好的一块土地 就是山东靠沿海的这一带封给它 最后还协议 就是每个一代 每个一代 江出一个女子嫁到寄国去 所以周朝的天子的血脉当中 他都有江的血脉在 因为他出女子 是不是 他出男子 这个处理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但是后来江我们大家知道 慢慢慢慢碎了下去了 碎了下去了 被一个新田的人数取代了 所以齐国这个地方 慢慢后来他的国王姓田了 后期就姓田了 这个时候传到 这个时候战国木齐的时候 田荣 就是一起齐兵齐义的时候 田荣 田荣听到 项羽曦齐王寺交东 而齐将田都为齐王 热义后来打路 他打路 不肯谦齐王子交东 因以齐凡凭击田都 田都走出齐王寺 就是田寺 威象王来王子交东救国 田荣路追杀子接末 容忍此列为齐王 田荣自列为齐王 他这个齐王 李奇勒是不听西楚霸王的 而西皆沙齐北王田安 并王三齐 荣与彭越将军应 临返良帝 他这联合彭越 叫彭越也造反 成与英氏张统 夏玉遂齐王田荣岳 项羽为天下贼不平 项羽他今天走在天下 他风功风的不好 今晋王孤王于丑地 而王其郡臣诸将善地 老的王都给他很好的地给他 丑地就是不好的丑地给他 而那些打仗的人都是分到善地好的地 他着其孤主 赵王乃北居带 予以为不口 闻带王起兵 且不听不义 愿带王自于兵 请一接长山以赴赵王 请一步为寒必 其王许自因倩兵到赵国区 他帮助赵国 一起联合 那么陈宇切发三县兵 与其并列 离其长山大扑子 张儿走归汉 看 陈宇跟张儿两个有脑矛盾了 陈宇凝固赵王谢宇带 凡子赵 赵王应立陈宇为带王 陈宇还弄这个王做作了 所以天下你看看 这里说明一个什么道理 项羽没有政治家的气魄 没有政治家的气魄